说到德国的美食,大家往往只想到德国的啤酒,其实德国的香肠也是非常有名的。 今天呢,我们就买一袋有特色的这个纽伦堡香肠来尝一尝。 纽伦堡香肠呢,是根据地名来命名的。 纽伦堡的香肠在猪肉馅料里混入了有独特香气的墨角兰。 这个香气呢,是这个纽伦堡香肠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香味。 而我个人呢,是比较喜欢这种味道的。 纽伦堡香肠的尺寸比较小,一般呢,只有手指头粗细,长度呢,也只有七八厘米。 所以呢,纽伦堡香肠的肠衣是用羊肠来做的,这也是它比较简直的一个特点。 一袋纽伦堡香肠呢,一般有14根,这样一袋的话,在超市里的售价呢,是2.69欧元, 相当于20块钱人民币,也就是说,一块三到一块四人民币一根。 其实这种香肠呢,是非常便宜的。 我们把它放入煎锅里面,用中火翻炒大概5分钟。 煎至两面焦黄,基本上呢,就可以出锅了。 大家看现在这个橙色,就非常接近了外焦和嫩的这么一个状态。 也有的朋友们呢,喜欢把香肠煎至,就是全部的表面啊,都是发黑的这种,感觉就是成熟度更高。 当然,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,就像牛排一样,你可以选择3分熟,5分熟,或者7分熟吧,或者是全熟都可以。 正宗的纽伦堡的配餐呢,应该是加土豆和德国的酸菜。 来一个点金之笔,德国啤酒,那真的是绝配。 德国的香肠可以应用到一日三餐,早餐,中餐,晚餐,都可以用香肠的配菜,非常的方便。 因为刚来德国的小伙伴们,一定要买一袋纽伦堡香肠,试一试。